監察院長王建軒他出新書了 這一回他不談政治 談的是婚姻 連性愛 他都不完全不避諱 在書當中他寫到說 性交的時候 墊枕頭 比較容易受孕 不過這個內容一傳出來之後 馬上被外界來吐槽 民進黨立委甚至批評說 王建軒出書的內容 根本就是不務正業 王建軒出新書了 內容不只暢談婚姻生活 竟然連性愛理念 也通通寫進文章 性愛是上帝的恩賜 很多的人性生活 如果沒有搞好 夫妻的生活 夫妻的婚姻關係常常不好 這個是事實 只是大家都不太講 不好意思 他的叫人臉紅心跳的 性愛內容 王院長以過來人經驗 在書中大方分享 還自爆有朋友 建議他的老婆大人 要受孕 做愛做的事情時 屁股下墊個枕頭 最有效 不過立刻被專業醫師吐槽 是錯誤觀念 性愛的時候 要把屁股墊高一點 這個比較有效 我不是要用這個書來 告訴大家 這個方法好 我是要告訴大家 常常姊妹們在一起 可以交換一點的經驗 就怕無謂加深引發負面觀感 王建軒趕緊跳出來 幫自己澄清 只是新書裡頭的麻辣發言 除了墊枕頭還有 像是建議年長者恩愛時 可以適度塗抹潤滑劑或眼藥膏 減少陰不乾燥造成的疼痛 還說夫妻性生活美滿 離婚的機率比不幸福的還要低 甚至提出小孩不該同房睡 夫妻歸房生活才會愉快 你今天這本書代言的 應該都是陽智良代言的項目 不是監察院院長 應該要代言的項目 他實在是不適合這樣勞過界 這個無所謂勞過界 監察制度我們有做很多改革 你知道嗎 我們監察院的新聞夠多了 先出性愛內容 意外成了媒體焦點 但也成了另類宣傳 恐怕連王建軒自己當初 也沒料想到 尋世新聞陳秀儀謝嘉玲 台北報導